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幾共深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2023年4月27日 羅新門有膽做就沒有膽認 除了狗牌遊行之外 他又怎會容許你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這裏我們就用的設入點 主要是報道職工民方面 還有你從前後方面的對比 就看得出這個頂強是多麼肉酸 已經是肉酸到沒有譜 無怪乎是叫做皇帝的新衣 打大赤立給人看 個個人都看到你說謊 你都還要說謊 crows of the emperor 肉酸 話說前職工民幹事 杜鎮豪 就說到黃乃圓撤銷五一遊行申請的那個原委 我們就要回顧了 事件是怎樣發展到今天 話說解散了的工會職工盟 前主席黃乃圓 前江氏杜鎮豪 他們就負責擔大旗 就要在五一勞動節的時候 想著可以遊行各樣的 因為你將軍澳都搞成事了 其實就不知道 negotiate可不可以呢 帶牌去可不可以呢 減少人數可不可以呢 就不清楚 在4月11號時候 感謝黃乃圓 他是入址申請 舉辦五一遊行 還有 講到 都明白 經常要申請啊 即是近期 申請遊行各樣呢 警方都屢家左撈 又或者要你什麼要你什麼 要帶牌各樣 那蕭澤儀自己在這裏說 嘿我上班都帶牌啦 人家沒有授薪的啊 你給錢人呢 你給錢人遊行 要求他帶牌就說 Anyway 黃乃圓 當日啊 發文的時候呢 就講到會在5月1號 3點鐘 舉辦這個 五一遊行 就由維園那裏起步 去到政府總部 預料人數是500個的 那當時問啊 黃軍 即是如果好像將軍老那樣 帶那個 令牌 那他們會不會呢 他不是一致否定的啊 當時他是講到 就不回答這些 假設性的問題 就看一下他怎麼提出先啦 提出了先再作評論 當時又不是一口否定的啊 而且當時已經講了遊行的原委的了 為的就是 全城這個勞動節的精神是勞動啊 五一勞動節的起源 1886年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 那既然遊行不懂 我就講回五一勞動節方面的東西啦 這個是五一的歷史傳承 而這個乾草市場事件呢 就令到今天 歐洲國家呢 就有相對合理的勞工和福利制度 所以是經過很多年的爭取 很多年的對變 才走到今時今日的 那既然遊行不成的時候呢 我又跟大家介紹乾草市場事件發生過些什麼 1886年5月4日 芝加哥市中心一個廣場裡面呢 就有幾千個工人在這裡集會 抗議當時的美國警察對工人那些暴行 集會裡面呢 是出現這個爆破的場面的 也都有這個市場 那結果換來的就是 資方 即是資本階級那些 壓扎得更加厲害 但是後期推動了這個人權的關注 就令到1889年 在巴黎那裡召開了國際工人節 紀念當時犧牲的人 那其實市農工商共產黨 他應該很like這件事的 不是都不會有五一黃金周 那你說五五月四號 江草節和五月一號有何關聯 因為它起源於就是五一的罷工 當時的工人要求呢 實現每日工作八小時的制度 事後才演變成五月四號的江草節 黃乃圓和杜真浩 即是職工盟 前職工盟 那他們又說到有些人呢 就覺得工人自有發聲的渠道 政府自己呢 是會什麼那些聆聽意見 其實閉上一隻耳 shut their ears 但是他們就認為 如果改變社會這麼簡單 世上就不會有勞工問題 所以他們就入籍申請 五月一號 希望傳承這個工人的意志 延續這種勞動節的精神 那其實都拿不到他呀 但是用另一個perspective去看 就是你說過無聲平呀 不要有這些東西呀 那都不是呀 將軍澳那裏示範了的嘛 有示範單位 就可能因為五月一號黃金周 那你有些內地那些人來 那所以呀 餅強就非常之有意欲呢 去cancel這件事 還有之前已經 要被人請吃貓麵了 拿上去照費 那你又來多單的時候 他不知道會怎樣的 那其實之前已經不樂觀的了 例如 當時開了很多場會 去到四月二二號時候 黃乃元杜真浩 在facebook專頁那裏也都透露 警方已經向他們施壓 那所以餅強那些走出來說 哎 不關事的 他們自己取消大家信不信 你信你的事啦 即是做過了所有事情的了 阿黃君和杜君呢 之前都說了 今次籌備過程割藥 完全沒有牽涉到外地組織 沒有牽涉到本地工會 沒有牽涉到任何的勞工團體 個人名義的 五百人五兜有 不是這樣都不行啊 而且過往二十年 你有往跡的 以前都是這樣搞 幹嘛今時今日 不敢搞啊 當時的鐵文是這樣說的 他們就應邀去到北角那裏討論 那警方就未搭運 會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其實當時已經不斷施壓了 例如討論的環節包括 你那些人啊 如何有適應啊 試次討論呢 黃君和杜君都充分反映過一件事的 他又說到了 公眾遊行的性質呢 和參加馬拉寵 或者出入警總呢 出席國際會議那些呢 並不相同 不是一些比賽 無需記錄參與者的那些名啊 時間各樣 閒人免進的警總啊 也都不可以和公眾地方相提並論 國際會議呢 就是要求不同的人士 表達意見各樣 是有指定對象的交流要求的 和公眾遊行方面 就有不同 公眾遊行就只不過是公眾表達 自己的共同意願而已 例如張君澳那班 就只不過是想 表達不要填海的這個意願 而且你訂明了 是基本法裏面的公民權利來的嘛 那我們又來看一下這個 前職公民幹事 阿鎮豪是怎麼說的 他就說 那員他情緒已經是崩潰了 是自己 就撤去了這個五一的遊行申請 那他在社交平台裏面表示 阿鎮豪呢 就已經簽紙取消了個申請的了 就是他自己取消這樣說 無緣無故 他自主性這樣以個人名義 搞這個全洋精神的五一 又怎麼會自己取消啊 那鎮豪說到受限於港區國安法第六十三條 其實你不需要說那些條文的了 就沒有辦法透露詳情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了 鎮豪就說了 那鎮豪他情緒崩潰 顯然是承受巨大壓力 但是阿鎮豪已經盡了一切的努力 捍衛集會遊行的權利的了 是完全理解和支持他的決定的 那大家就沒有辦法的了 只能夠說無奈 好了另一個就是餅強 被人識穿了這些謊話的餅強 都還要走出來抽水 他又說到遊行申請人衡量後 他自己認為的 沒有能力確保活動有罪安全 所以自己決定的 取消活動 那跟著讚你兩句咯 說這個是負責任做法 那跟著那些人就問了 記者 你有沒有那些國安人員走過去接觸 其實接觸就是恐嚇了 這個奶圓啊 你這麼衰 那餅強就沒有回應 不理人了 自己大了 皇帝的新衣 接著就在這裡宣讀觀看 他就說 基本法國安公法都確保香港市民有公眾集會遊行示威權利 哼 習近平那些 伸著手指說 中國是保障人的言論自由的 但不保證言論後的自由 那他繼續抽水就說 警方就要確保活動舉行時要安全 不影響其他人 有需要的時候就會在不反對通知書那裏呢 附加條件 那阿振豪就 就是報平安啦 拿完他已經恢復了人身自由的了 就是他是由一個人身不自由的那個狀態 就去回人身自由的狀態 沒有被拘拿 那這個是一個很迷糊的狀態啊 似是非法禁錮 那但是他又說到阿振豪就說了 決定申請的時候已經覺得是會這樣發展的了 形勢非常困難 啊 仍然希望香港人堅持著大家相信的價值 這次挫折是不會打擊他們為工人權益爭取的那個鬥志 他原句是這樣說的 故事會如此發展 決定申請時已有預料 情節雷同 實非巧合 形勢非常艱難 但仍然 繼續堅持相信的價值 社會運動是漫長崎嶇的道路 不可以著眼於一時的得失起跌 面對難以撼動的高牆 雞蛋是無可奈何 好人是性人 社會運動也都不要求任何人做性人 但是至少盡量不要預先服從 撐槍有聲 老實說 你黑魯恐恐 五一勞動節 蚊拍都沒有聲 4月26號 空姐牛肉飯又收拾了 是吧 請了個大嬸去 那個空姐 你的飛機飛不飛得起 但是無論如何 喂大哥 億你而已 五百兜人在街上走 都叫做有人沖餐一下場面 幫襯一下你的兩送飯 不用你找些小紅帽來 哦 現在不領情 要說幾書格 無論如何 平安最重要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